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4月3日12点联合报记者绍新杰及时报道台南搜救犬好幸福 搜救犬在搜救训练、执勤过程中、遭逢坑洞、化力、上下坡等不稳定且脆弱地形 可能因此跌倒、滑倒而受伤 台南市消防局为妥善照护搜救犬及扩大民间人士参与搜救犬寻养工作 聘请物理治疗师林玉成为三只搜救犬定期检查及治疗、提升搜救犬的搜救效能 28岁的林玉成是专业物理治疗师、零有症状外、专程赴美国学习、考取了犬科附件治疗师的认证442T 并成为台湾第一位拥有执照的犬科物理治疗师 台南市消防局目前循养共三只搜救犬、为使搜救犬接受定期检查治疗 第一保障其健康 聘请林玉成每月一次针对搜救犬全面物理检查及治疗 并长期追踪记录搜救犬的健康情况 他说 从搜救犬走路 坐姿及站姿发现 四只失利不平均 其中有爬楼梯失用偏左 这与平常训练有关 现役林犬原下指令时 能够左 又平均 本月23日搜救犬将在男子实地训练 他也将实地观察 了解实况 方便后续评估及改善建议 他表示 犬科物理治疗除了可以针对受伤状况进行治疗 也可以增加肌肉的力量和关节活动度 帮助搜救犬进一步的提升能力和降低受伤的几率 消防局长李明峰说 专责搜救犬物理治疗师是全国首创的机制 主要是确实地帮助狗狗维持健康 使搜救效能更进一步提升 也感谢物理治疗师大力热心协助 也希望未来各界对于搜救犬寻养工作给予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台南市消防局长李明峰 所聘请物理治疗师林玉成为三支搜救犬定期检查及治疗 细者绍心结 摄影分享台南市消防局聘请物理治疗师为搜救犬定期检查及治疗 民众直呼台南搜救犬好幸福 图本报资料照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